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奥兰多团结的口号誓言不向恐怖主义低头 这一起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枪击案 也搅动着美国大选前的政治局势 暴露出当地不同种族 宗教 兴趣向社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而枪支管控的课题也是再度成为 再度因为了这起枪击案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枪击案发生后 一向支持控枪的民主党政治家积极发声 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呼吁国会采取控枪举措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丽也表示 应该避免枪支落入恐怖分子 或者其他暴力犯罪分子的手中 而支持拥枪的全国步枪协会 则借枪击案宣传拥枪观点 在推特发布推文 鼓励美国公民购买武器 保障自身安全 对于控枪还是拥枪的课题 网民有不同意见 这名网友就认为 除非政府对合法购买枪支进行控制 否则日后这类血腥恐袭还是会发生 这名网友则认为 虽然枪支管制并不能够打消 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念头 但至少可以为政府争取更多时间 侦查并挫败恐怖阴谋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自己拥有枪支才是自我保护的方法 如果遇到类似枪击案 拥有枪支的人就不需要找地方躲起来 恐怖分子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展开杀戮 这名网友则认为 政府就算实施枪支管制条例 也不意味着没有途径获得枪支 如果犯罪分子还是可以从黑市非法拥枪 公共安全同样受到威胁 也有网友跳出是否应该拥有枪支的争论 他说枪手的精神状况不稳定 如果美国的医疗体制能够及早发现 并提供有效的辅导或治疗 这场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无辜的生命在这场血腥恐袭当中陨落 是让人叹息不已 不过在世界的其他角落 却有象征希望的年轻一代 以不同的姿态绽放青春 每年的六七月份 是不少国家迎来毕业季的日子 拍摄毕业照 对于毕业生们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之前的茶楼解码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过中国的创意毕业照文化 有民国风 海豹风 婚纱风等等的不同风格 而现在一年又过去了 中国的这一届大学生又玩出了一些新花样 而实际上欧美国家的毕业生 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创意毕业文化 毕业季到来 拍摄《创意毕业照》是中国高校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毕业生们也不仅仅局限于穿着学位服拍照 他们还会租借甚至购买一些特色服饰 为大学时光添上最后一道色彩 随着无人机的普及 高空航拍成了近年创意毕业照的第一大潮流 这是在网络疯传的一组江西理工大学的创意毕业照 学生们不仅在草坪上摆出各种生动有趣的造型和口号 还融入学科元素进行创作 像这一张就是金融专业的毕业生 摆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公式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系的毕业生 就配合绿地拍摄了一组以地球为主题的毕业照 向专业致敬的同时 也呼吁大家关爱地球保护环境 除了摆出可爱造型 他们还会后期加上一些不同的文字或符号 上演一场妙去横生的毕业大戏 不止大学生会玩 福建省的一所小学毕业生也玩起了航拍 全班同学在操场上摆出各种体育运动的造型 像是一幅宣传海报充满同趣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欧美国家的毕业生们则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毕业文化 近两年 西方国家兴起了自制一顶独一无二的创意学士茂风潮 为了与众不同 大家也是绞尽脑汁拼创意 有抒发爱国情怀的 有显露民族风情的 有大秀绘画天分的 还有回忆感恩的 让原本沉稳庄重的学士茂 也绽放出了个性色彩 还有人在网站上录制视频 教大家怎么动手DIY一顶好看又有趣的学士帽 另外扔学士帽也是最经典的毕业照造型之一 但是英国的东安格利亚大学今年却提醒毕业生们 不要扔学士帽拍毕业照 因为方形的帽顶很硬 容易伤人 并认真地建议大家 可以摆好扔的姿势 最后通过修图软件 把在空中飞舞的帽子添加进去 其实若是因为有风险就放弃 那跳起来拍毕业照也应该禁止 美国一位女生就因为跳起来拍这张毕业照 落地时不小心受了伤 直接导致脚骨折 还好校园警察和学校医务人员 及时帮她进行了检查和医治 不过受伤女生很乐观 她觉得这也是她毕业纪念册理的一份难忘回忆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浏览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应用程序 我是蒋焕 我们再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